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TWC慕声合唱团的爱玲以及丽芬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欢迎他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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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请爱玲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这样子建立这样合唱团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就是从一场这个纪念音乐会开始 是因为我的老师刘赛任老师过世了 所以我们就很多人都去参加那个纪念音乐会 在那里头我们就一起唱了一首二部的合唱 唱完以后我们的诗帐 第一任的国立艺术学院学院长包约宇先生 他就很开心 他就说台湾要是有这么一个声音很好听的合唱团就好了 那么这个过了几年 我指挥一个台中圣乐团 我们的女生没有那么的漂亮 所以我就让我的学生来帮忙唱 唱完以后就觉得 应该要让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有个继续发展的空间 因为他们如果自己要独唱 那也会有困难 因为他们还要维生 他们可能会进入教职 进入家庭 但是他们学这么多 应该还可以再继续发展 所以如果我用云门的例子来想的话 那么他们都是很好的舞者 但是如果只有回家去教舞 很可惜 如果有云门这样的一个舞台 可以让专业的人继续成长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 刚好我就想起这个立芬老师 他从国外归国 我那个时候还在师大 国北 都有教书 所有很多学生 那我们不如就来做这件事情 是 那怎么会想把合唱团的名字取回 叫TWC 牧生合唱团呢 那 这个TWC 叫Tabernacle 我们是Choir 就是 会幕之声 会幕的幕 就叫幕声 那会幕是从前 在圣经里头讲 献祭 在旧约的时候 献祭 在那个地方献祭 所以是把我们的声音 就是奉献出来 是 就希望说可以透过你的声音 把这样的这么美好的歌声 也把它奉献 给更多人听到 这样子 是 好 那Vishan 请立芬跟我们分享 那在这个过程中 想必是也经历了非常多 一些小挫折等等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案例 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呢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音乐系 主修声乐 这样背景的团圆 所以呢 刚刚爱妮老师所说的 我们是师大国北 或者是北交大的学生 那自然就是毕业之后 我们要去教书 所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 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是面临到我们的团圆呢 可能毕业了之后 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参加 但他们毕业之后呢 有些人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家庭的关系 然后呢 或者是甚至于写论文 这个就到研究所 在深造的时候呢 或是出国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团圆是会有来来去去的 但是团圆是一个 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样子的不同的组合 那这是刚开始 我觉得就是一个团圆 团刚开始的时候 要找到对的人 凝聚的时候呢 面临到了比较大的挑战 是 因为其实在这过程中 其实默契也是需要透过培养的 对 所以其实一路走来就说 不一样的心弦 那可能说 以不一样的方式去带领这样子 那我想请爱玲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你觉得说 这样子的合唱团 它的核心价值 希望说 受众听到了这么美好的 这样的歌声 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想我们 在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专业的 声乐 鼓典 声乐训练出来的 所以在音域上很高 或者是在音感上很难抓到音 那么 这些或在舞台上 有没有经验 这些东西我们都蛮具备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一方面是我们 继续挑战我们自己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委托创作上 我觉得我们 这是算是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以舒伯特为例子 他有一 刚好一个三角 我们讲舒伯特三角 他是做曲家 他有一个朋友叫做 Shober 他可以做词 然后他可以朗诵 然后他还帮他介绍一个朋友 叫做Fergen 是很好的歌者 那这样的三角的组合 就可以让舒伯特 去拿到词 然后他写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找很会唱的人来表演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委托创作 我们就是在帮台湾的作曲家 练剑 他们写东西我们就唱 他们如果觉得还有一些 可以改进的空间 或是调整空间 他们就可以做 那台湾 在要像我们这样子 能够达到各式各样的要求的团 真的是很少见 所以我们在帮台湾的作曲家 练剑 这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是 那因为像现在外面的合唱团 其实也是非常多元的 那你觉得说你们的合唱团 跟外面的最大的差异画 以及特色在哪边呢 那一方面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是专业 然后就是说我们为作曲家练剑 譬如说我们有找到金西文 他是国议会 他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 帮他们练剑 那不管他们做的 大家能不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经过时间的沉淀 我们就会帮台湾累积了不少的好的曲子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团圆本身 我们非常有这个豪泽的这个情谊 因为我们要常常看音乐会 我们出去比赛 那经过这么多的这个阵仗 这样打下来 所以大家就感情非常的好 这种东西 你感情好的时候 因为人生是会受到你的情绪影响 你感情好的时候 你脸色好 那个声音出来是对的 那如果心里不舒服 你这样的时候没有好脸色 你也不会有好声音 那我们就是这些姐姐还会帮妹妹 比如说他们要去考教证 他会给他们考古兵 那甚至很多大家都成家了 到现在还可以带着小孩串门子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 在一般的上班不太容易见到 是 就是整体气氛 大家都是愿意付出的 那也都是非常和热融融的 去面对就是大家的这个整个气氛 那我想请立芬跟我们分享 那之前因为像你们其实有去比赛 其实也有得奖嘛 可以这边部分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的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呢 曾经在绍兴的参加这个国际奥林匹克的合唱比赛 那拿到了这个金牌的奖 然后呢2012年我们到宝种参加 他这个国际合唱比赛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参加了浪漫组跟戏剧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参加戏剧组的时候 当时我们以台湾作曲家 徐亚明的作品《春归何处》 它是根据黄庭坚的词 那我们就结合了这样子一个代表台湾作曲家 现代女生的合唱作品 很这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作品 里面呢我们结合了这个难管的身段 然后当时呢我们邀请了林亚兰老师呢 她是一位舞者出身 然后后来又是有戏剧 就是我们尽量做这些跨界的合作 因为很重要的是呢 大家在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呢 都在呈现的就是台湾的艺术的这个特殊性在哪里 台湾的这个艺术的美感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用了这个服装 让大家好像置身于在这个梦中逐渐的这样子的感受 那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还收到这个东京的一个歌剧导演 他也是评审之一 受到他的赞赏 因为他是看到我们整体呈现出来的 不管是声音也好 或者是声段也好 他说哎呀 真的只有亚洲人能够呈现这个东方的独特美 这对我们来讲就是 对这就是我们可以结合台湾的艺术人的音乐的人才 然后呢在陌生这个平台的地方 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为台湾的艺术发声 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也让更多人听到你们的好歌 那会想请爱玲跟我们分享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 其实你们又说未来有在计划说 跟一些像是日本啊 或者说等等的一些国内外的做这样的合作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说对于整体 你们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吗 那我想短期就是我们不断的开音乐会 音乐会就是让我们上台去磨练 就是说台下十年功 台上只有一分钟 对不对 可是为了那一分钟 我们就是要练剑 那中期长期的话 他还可以再补充 但是我们说委托创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那我们每年都会委托创作 那我们有新锐的作曲家 那比如说黄俊达 林硕俊 那林金美 还有杨初 张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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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们还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我的同学国家文艺奖 金西文的曲子 那么甚至呢 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去找到了 我们先是找到一个日本的指挥家 他就是清水雅燕 那他来指挥 他对我们的唱着很震撼 所以他也帮我们穿着影线 找到了一个千元英喜 一个日本的作曲家 所以我们的委托创作 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将来 我们在委托创作上 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带进来 那他还是在讲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音乐 再分享出去 是 是我们除了在跟台湾的作曲家 合作之外呢 就是我们固定的这个 不断的有没年度的这个音乐会 这个主题之外呢 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说 我们好像不只是只有唱歌这件事情 我们好像还可以一起 集结众人的力量呢 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我们在音乐会当中呢 就慢慢推出了这个文学系列 然后陪伴系列 还有土地系列 那例如我们这个 有关于土地系列呢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 推出这个牧林之森 那当时因为森林大火的关系 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在音乐会当中 也来呼吁大家 珍惜台湾这个森林的森林之美 那所以呢我们在音乐会当中 不只是演唱有跟森林有关系的 跟树有关系的歌曲之外 另外我们也在音乐会当中 穿插了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些 就在我们周遭可是非常珍贵的一些树种 那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会当能够传递一些环保的概念 永续经营的ES 就像现在常常在企业当中会提到的事情 所以像我们今年2024年的话 我们推出的是跟水资源有关系的 绿水渺渺 那这个这场音乐会当中呢 我们会结合的是管风琴跟女生合唱 以及钢琴这样子的很非常特殊的 我相信也是对于作曲家来讲的话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可是同时我们在音乐会当中里面 也希望把水资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里面 就成为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音乐会当中的这个土地系列部分 这个就是维持着我们所谓的短期的部分 那中成的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就是有关于出版 那推广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个合唱的作品 然后让更多的年轻的作曲家 以及我们一线的老师们 他们在教育在合唱团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歌曲 所以我们有这个印尼的合唱工作坊 我们出版这个印尼的歌曲的系列 我们还有其他的系列继续 就希望在中成的时候 我们这些出版也好 工作坊也好 那能够就是落实更有关于这个合唱的教学 那在长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集结我们这些 真的很热爱音乐的 很热爱歌唱的这些女生专业的这些歌手们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就是朝着职业合唱团的目标 哇你们是真的是非常多元去发展 你们还跟ESG做这样的结合 有这样子森林的有水资源的 希望说可以提倡说 合唱团其实不只单单说 就这么单一的呈现 其实可以以环境的结合 让它变得非常不一样 那我想请爱玲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 那她想从事合唱团这个领域 又或者是说她想要创业的话 那您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其实我觉得想要就是说 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还学意大利文 那我们下一节很喜欢有一句话 叫做Pazzo Pazzo就是疯子 那我想我们学音乐总是要有点疯 那如果要一辈子在这条路上走 就是你要有某一种热血跟理想 那同时呢 你要找对你的好伙伴 像我们 他还有我们的 现在的团长吴念之 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无所不谈 那么在音乐会前 他有时候说很客气 就是说我进去讲话 其实有时候我进去骂人 那有时候进去鼓励 这样 有时候早期的时候骂人很多 那你找到对的人 然后你 他们看音乐我就听 我就说出我的想法 那他们就来想想看 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我也是尊重 那其他的 那像他们 我觉得他们头脑是非常的灵活 就是说他可以找到林亚兰 去做难管 那可以把一个很不容易 大家不容易接受的现代音乐 用那样的方式呈现 然后大家就真的是进去了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要 你要除了自己有热血 还要找到对的伙伴 然后他有一样的热血 可是他有不同的看见 我觉得这个就很精彩 是 所以就是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说 通常做这个其实是要有点疯 因为其实你疯了 你才会跨出第一步的勇气 是 那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非常幸运 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可以就是秉持着这样子的信念 就是把它继续的传承下去 也让更多人听到你们这么棒的合唱团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TWC 沐生合唱团的两位老师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我们就谢谢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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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